女人的胳膊正在慢慢消失 突然 她脚一滑直接倒了下去 可怕的是 女人的腿也在慢慢消失 老公喊她名字 女人想回应 可是摸了摸嘴巴 居然眼不见了 再看看女人的手 正在以闪电般的归宿消失 原来 女人已经被诅咒 只需要看了视频点在家关注 身体就会复原 可此时的女人根本做不到 没多久 女人就已经消失不见 老公出门找她 发现地上什么都没有 她回到房间 只看见地上的一张纸条 上面写着小新 原来 小美的名字叫小丽 一年前 她们一家人搬到这里 上一任主人站在旁边 大声地说话想要告诉她什么 可小丽根本听不清 虽然一家人高兴地住进新房子 可诡异的事情并没有结束 第二天 小丽起床发现 家里的家具好像少了 接着她听到浴室有人洗澡 可掀开帘子一看 什么都没有 水龙头却是开的 接着 家里的照片莫名其妙地消失 她扭头一看 刚才放满食物的桌子 现在全都不见了 小丽吓懵了 难道自己住进了鬼屋 她赶紧掏出手机 给老公打电话 可是那十八手的苹果6 里面什么都没有 这时 房间里传出一声妈妈 小丽赶紧回屋 却看见了两个陌生人 女人奇怪地问小丽 你为什么住进我家 小丽一看照片 发现照片里面 全换成了这对母子 她来到院子里 这才想起前主人警告她的话 小丽刚嘴被离开 突然发现 手指在慢慢消失 接着就发生了开头的一幕 而故事最后 小丽一家人全部消失不见 不知道去了哪里 如果你知道去哪了 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 女人正在批图 突然发现 自己的嘴巴不见了 她吓得赶紧关上电脑 奇怪的是 嘴巴居然又恢复正常 女人这才松了一口气 她继续打开电脑 图片也已经恢复原样 小美的名字叫小丽 就在刚刚 她意外捡到一台电脑 还在里面看见了自己的照片 她觉得照片实在太丑 于是拿起鼠标开始美颜 她先把脸上的痣修掉 突然自己脸上一疼 小丽一摸脸 自己脸上的痣居然没了 接着小丽又把两边的老腰拉瘦 这时 自己身上水桶一样粗的腰 居然瘦得跟猪一样 小丽瞬间来了兴趣 这下自己不就能变成美女了 小丽继续修痛 她先把脸上打上腮红 然后照经着一看 果然比之前漂亮不少 可她掰开眼睛 发现眼睛居然少了一块 她赶紧看向电脑 才发现鼠标误碰到的眼睛 她想赶紧删除 可是鼠标却把眼睛彻底抹除 就连嘴巴也消失不见 只要小丽看了视频点赞加关注 身体就会复原 可现在的小丽根本做不到 小丽吓得赶紧关上电脑 走出门外 想要离开这里 这时 电脑却自动打开了 鼠标也自己动了起来 把小丽的头圈了起来 然后按下删除键 小丽最终引恨西北 这是个仅仅只有300斤的胖子 她正在被三个女孩追得到处跑 小胖藏在树后 躲过了女孩们的追击 随后她找到一间房子 想要躲进去 可是木制的肛门 却怎么也打不开 就在她回头时 三个女孩刚好追了上来 小丽想邀请小胖 一起去她家采蘑菇 面对如此主动的小丽 小胖有点害怕 直接拒绝了她 小丽一看小胖挺矜持 直接就撅着嘴向她走来 小胖身体不自觉的也嘟着嘴 嘴背进行对接 这时 小丽用膀胱瞟了一眼 然后和小美一时眼色 直接把小胖裤子给扒了 这把小胖给吓懵了 活了18年的她 从没这么丢人过 她想提起裤子 可裤子却被小丽用脚踩住 然后慢慢拉起自己的小黑裙 小胖也顺势把纸尿裤脱掉 小胖再次被戏耍 记得恨不得找个地方钻进去 赶紧穿上裤子跑回家找妈妈 两年后 小丽推出自行车 准备骑自行车 一路上她总感觉阴盛盛的 好像有人在跟踪她 不出意外的话 马上就会出现意外 当小丽骑到一座桥的时候 突然 小胖挡在了前面 直接戳进了小丽的自行车轮里 小丽狠狠地摔了个狗吃 脸上被摔得到处都是伤 此刻她明白 这时小胖来报仇了 可是小胖并没有去找她 而是走到自行车面前 双手举起自行车 从万米高的桥上 直接扔了下去 接着转头看向小丽 小丽赶紧求饶 并且说只要放过她 自己什么事都可以做 小胖想起自己受过的屈辱 气不打一处来 直接一脚把小丽给踢了下去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永远不要欺负老师人 不然就会受到老师人疯狂的报复 我是李子 下一集更精彩 男人的鼠标可以杀人 他用鼠标选中自己的好友 然后按下删除键 好友瞬间消失不见 只留下一条大腿 大腿从楼上掉了下去 把白人的脸都下白了 路人全部向上看 发现男人就是凶手 于是男人一不做二不休 一瞬间案发现场连根毛都没了 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 男人做完坏事后 想赶紧回家 他拦了一辆出租车 可司机却说 没点在家关注的都不拉 然后一脚油门就跑了 男人气得打开电脑 准备把司机也删除 好在司机跑得够快 才躲过一劫 男人只好走路回家 突然墙上闪过一个巨型鼠标 男人四处寻找 想找到是谁在控制鼠标 可他一转身 发现鼠标已经挡在他面前 还在他身上晃来晃去 男人好奇的看向天上 下一秒 鼠标咔咔两下双击 男人瞬间变成了肉泥 那么到底是谁在控制鼠标呢 电影没有交代 而总是作恶多端的人 最终也会难逃厄运 我是李子 下一集更精彩 女人解开身上的黑衣服 吓得她大叫一声 自己的身体居然变成了一个洞 洞中间只有几根木棍连接着 女人直接吓出了你的第五个表情 她不敢相信这一切 于是把手从后面伸进去 结果身体真的是空的 女人吓得赶紧点赞加关注 小美的名字叫小丽 她赶紧去医院检查 可还没走两步 身体就累得走不动 她赶紧坐到路边休息 下一秒 女人惊奇的发现 自己的脚变成了木棍 就像是椅子的腿一样 她解开衣服一看 胸前的洞越来越大了 没办法 小丽只好忍着疼痛继续前往医院 面对路人的指指点点 小丽也顾不上那么多 更可怕的是 小丽的另一条腿也变成了木棍 鞋子都穿不进去 接着裤腰带一松 腰部以下全都变成了木头 我一个胆小鬼看见了都觉得害怕 没一会功夫 小丽就伸头还是正常的 她现在只想前往医院进行治疗 可现在这种情况 她根本到不了 接着小丽的手也变成了痒痒脑 下一秒 小丽变成了一把纯铜的木椅 静静地放在路边 上面还挂着小丽的蓝衣服 晚上 一个流浪汉路过发现了她 直接就把椅子拖回家 诡异的是 小丽居然又变了回来 挣脱掉衣服后 小丽赶紧跑 她跑到一个车站 看见一个80岁的小姑娘 小丽只好又变回椅子 接着小丽走在大街上 看到人就赶紧变成椅子 一个男人看着椅子门人要 于是把她带回了家 以后的日子里 只要男人不在家 小丽就变回人类 独自在家里生活 两人就这样过起了 没羞没少的日子 我是李子 下一集更精彩 男人的脸上居然没有脸 而她的脸都挂在墙上 这把她吓出了 你手机里第五个表情 每天起床后 男人都会扶着绳子 来到墙边 开始挑选 今天要用哪种脸 大壮的名字叫大三 他选了一张笑脸 戴在自己脸上 想用微笑来对待每个人 可不出意外的话 马上就会出现意外 大三来超市买东西 老板却恶狠狠地盯着他 原来是大三看了视频 没有点赞加关注 走在路上 显然全部对他冷眼相待 有的人甚至还故意撞大三 大三脸上的笑容 已经逐渐消失 等公交时 乘客全部向他插队 就连上了车 也被乘客们死死盯着 只有一个女孩 送给大三一个微笑 可下一秒 马上被其他乘客阻止 到公司时 大三已经迟到 老板已是一副凶狠的表情 并表示再迟到一次 就立马走人 同时由于笔写不出字 直接把笔扔在大三头上 大三更是一句话都不敢说 于是他想在纸上画一个笑脸 以此来安慰自己 可是手却不自觉地画成了哭脸 大三明白 一味地忍让 只会越被大家看不起 在回家的路上 大三不小心撞到一个路人 他不但没有道歉 而且还恶狠狠地盯着他 被撞了路人 此时的笑脸也慢慢变成了哭脸 回到家后 大三把已经变成哭脸的表情 挂到了墙上 此时墙上所有的脸都变成了哭脸 只有仅剩的一张笑脸挂在右上角 看完这个电影 你得到了什么启发吗 在评论区告诉我 我是李子 下一集更精彩